大家谈一谈 怎么提升自己的自信 不过这个自信 我刚刚讲过绝对不是自大 那怎么样子的自信才不自大 我就要讲到所谓心理学上的 Joe Harley他所提出的所谓的 客观认识自己的方法 叫做Joe Harley川 我们在辅导界常常做的这个活动 可以扩大自我的知觉 可以客观地认识自己 这边Joe Harley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 看自己都有知跟不知的部分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哪一些 可是我们也有一些不知道我们自己 那别人看我们 也有一些知道的 也有一些不知道的部分 那我们把这个知与不知 自知 自不知 他知 他不知 组合起来就变成四个象限 那这四个象限 这时候叫你知我知 那个不是公开我 因为我公开我自己 你才知道 我也知道我公开了我这个部分 那可是我们人还有一个部分 叫做你知我不知 你看我看得很清楚 你看我看得很清楚 可是我自己不知道 我那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被挤我 就让我想起过去我们大概 这个高中阶段 国中阶段最喜欢会戏动同学 我们也戏弄别人过也被戏弄过 对吧 就是说那个 比方说写一张纸条 然后偷偷放在后面 然后就跟同学说 我们去福利一次 就一拍啊 这纸条就把它贴在后面 然后就带了他去福利一次 后面有一群人啊 就看到他后面呢 有一张纸条 看了都哈哈笑啊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 你们在笑什么 等到后来他发现呢 走到后面都在笑 他摸一下 他发现自己后面有一张纸条 拿着来一看 我是猪 各位就跟我们讲到 也就是说 别人看我们看得很清楚 而自己看得自己没看到 那他被挤我 被挤我 所以这个部分是 你知我不知的部分 他必须要有别人帮他发现 那另外有一个区块 叫秘密我 说我知你不知 我们每一个人 都找一些秘密了 人也需要有一些秘密了 我们总有一部分 是不愿意开放给别人的 可是当一个人过度的 拥有太多的秘密 这个人总是闷闷不乐 他内心呢 太多的存在 太多的东西在那个地方 明明可以说出来 他又不说 就闷闷不乐嘛 闷在那里久了就生病 所以我个人啊 只主张 让自己的秘密 不要太多 当然前提是 我们去开放给 可以开放的人 对于不适当的人 我们当然要保有一些 我们的秘密 就不要去开放给别人 因为秘密对不当的人来说 将会造成对自我的伤害 第四个区块叫做 我不知你也不知 这是一个潜在我 事实上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部分 我自己不知道 别人也不知道 那是潜在里面的 那么以弗洛伊德勒这个理论来讲是 冰山的底层那个部分 可能是非常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不过这几个我 里面需要成长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被挤我 那因为自己看不到 别人看到了 透过别人给我们一些回馈 我们可能有时候 这个自己的认知 跟别人认知不一样 还有一天朋友跟你讲 跟你提个行 我们觉得很好啊 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是 不太容易去面对自己的缺失 当别人跟我们讲指证的时候 我们终于以为人家在指责我们 那其实我们假定能够转个链 别人是在提醒我 在教我 在扩大觉察我的被挤我 那个部分 那你的被挤我减少了 你公开我就增加了嘛 一样的 你对适当的人去分享你的秘密了 这个可以分享的 分享的减轻负担的 你秘密我减少了 你负担减少了 你公开我也增加了 那潜在我啊 使自己被人都看不到了 这恐怕需要靠专家的解析 第二点我们讲到真诚的表达自己 表达很重要 我很喜欢表达这两个字耶 你看这个表达 表是表情 答是答意 那个表情是把一个内在的情感表面化 我们高兴就现出高兴的样子 我们难过就现出难过的样子 人最怕的是所谓的 他内在的感情跟表面的不一致 他后续隐藏 他后续掩盖 他后续否认 可是这个人是不健康的 我想他自己会有负担 我在学校开情绪管理的课 我也曾经带了学生去分享他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人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是重要的 那有一次我有几个学生 大家我一个眼圈在分享自己的心情的时候 轮到一个学生他就说 老师我好紧张 老师我好紧张 可是我看到他在笑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跟他提醒 我说同学 刚刚你跟我说你很紧张 可是我看到你在笑 我不晓得这是怎么了 你又没有告诉我 谁告诉你紧张的时候要笑 他这个时候就 好像突然间被发现 他的伪装 可是他的反应很快 他马上跟我讲爸爸 各位你想一想 爸爸妈妈对孩子影响有多大 我说你爸爸怎么教你 他说反正成长过程当中 我爸爸都喜欢我笑 他不喜欢看到我不笑 所以我如果看到他不笑 爸爸就会提醒我 他就问我 怎么是什么事不开心了 没有什么好不开心了嘛 这社会都很好啊 人就要笑啊 你长那么漂亮就要笑啊 有些理类是对 可是笑不是被要求来的 所以后来他总觉得 要是不笑就变念 所以他以后就看到爸爸就笑 所以那个笑就变成他的反射行为 他很自然的看到爸爸就笑 那往后就变成看到别人要笑 因为笑才能讨人喜欢 可是他不是真正的快乐的笑 所以 这不过想一想也是心疼 所以人能够把情感表面化 那是忠于你自己的情绪表达 别人也才可以透过你的表情来看到 要觉察到你的心情 哎呀 你难过啊 需要被安慰 哎呀 你开心了 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我可以跟你 这个时候可以跟你讲一些 你开心的时候可以讲的话 哎呀 你现在很难过啊 我可以跟你讲 你难过的时候可以关心你的话 所以这个表情很重要 答是答意 怎么把我们的想法清楚地传达给对方 这个叫答意 具体清晰地传递给对方 不想这个都是要练习 所以这一点我才讲到说一个肯定 就是我的人 他是学会说出自己的想法跟感觉 那刚刚也讲到透过Joharley Joharley川一个人 这个怎么从这四个相度来成长 透过自我觉察 透过别人回馈 透过比方说这个心理测验嘛 或者透过一些专家 他们有比较专业的这个学理基础 他有明日观察力 他来给你来做一些回馈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到所谓的迈向成功 迈向成功 我们在肯定自我之后 其实就已经是迈向成功了 不过关于迈向成功 我得要先把成功这两个字 我个人对成功这两个字的认定 我个人认为成功是